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3月10日星期四 下时间 今节有我许柳山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想延续今天香港早晨时段的其中一个新闻话题 就是有关于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专家组组长梁曼莲 在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说到现在香港必须要坚定不移地相信 接种疫苗对于控制疫情和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是有着仲有的意义 所以必须要予以支持和加快推进 一句到尾 一定要相信疫苗是有效的 第二是要坚定不移地快速扩大疫苗的接种和覆盖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点 对于全民强检 他又怎么说呢 他说到了 第五波疫情已经不是早期了 若过在疫情的后期或者下降期 才做全民强检的话 会是比较适合的时机 再说 究竟是不是做全民检测 他要视乎对疫情控制有什么效果 还有怎么去执行等等 相信特区政府是有智慧和有能力可以做好相关工作的 我们留意着一些字眼 是说相信特区政府有的是智慧和能力做得到 另外也说了一点都挺令人鼓舞的 就是说 初步判断香港的疫情似乎已经进入了 或者叫逼近高峰的平台期 说这个是比较好的消息 但是平台期有多长的时间 就要看防控措施做成怎样了 如果更进一步快速到位的话 平台期就有望很快可以叫做掉头向下 进入这个叫下降期 那对于特区政府每天公布的确诊数据 究竟能不能够反映到实际的感染情况 那梁曼年怎么看呢 他就说 相关的数字是真实的 但是不能够代表整个香港的实际情况 因为有部分人是无症状感染的 那不可能被诊断 那就说 幸好当局采取了非常好的办法 有这个叫做抗原法触检测 那大家做完之后 有那个自行去报告的阳性结果系统 对于更进一步去判断的实际感染 比起过去单纯只是做核酸检测报告 就大大提升了那个敏感性和真实性 那回来要讲一讲我们今节的重点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如果有听过我们的节目 我们经常都会讲很多所谓的建制派 或者一些什么蓝营的意见领袖 就讲很多不同的意见出来 又搞什么联署 又搞什么要去信给李家超 特首 这些那些 或者三个不几天不同的政党 又会有一大串的建议 被特区政府叫他跟着去做 又或者好几个立法会员聘在一起 烏合之众的那种 又想到什么 几多大建议 叫特区政府快点去做 那我们对比回 去到专家组组长梁曼莲 都不会三个不几天 又讲那样叫特区政府做 然后隔几天又叫特区政府做 没有啦 大家有没有发觉是没有的 这帮人好像比专家组组长 梁曼莲 有没有发觉 也就是小白红社长常说的 叫毒棍 如果现在都经过梁曼莲 这样说 似乎即时对于三月底 会不会有这个全民强检呢 似乎也添了一些变数 听到昨天特首在11点记者会 这样说之后 再加上两万年现在这样说 大家都会觉得 可能会不会是去到四月 因为刚才都听到了 这个平台期有多长呢 我们暂时不知道 如果这个平台期短的 那就可以快点做 这个平台期长了 那就可以迟些做 所以呢 没得说趕死哪个月的 那如果特首呢 有些人就回到旧账了 哦 咦 你又说呢 三月的时候会做全民强检呢 那有时这些疫情的东西 没得控制的 是吧 我们记一记 上年的年底 还在说什么大通关小通关的 那怎么知道 忽然杀出了一个 郭泰空少 还有郭泰空姐 那当然后来就处理了 又有洪惠民生日派对 很多不同的东西 而牵动到呢 有今次的疫情 本来呢 都没想过要什么 防疫抗疫那些东西 那么多什么新东西 是吧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情况变化呢 其实很多不同的措施 很多不同的处理手法 都有因时制宜呢 这样去改变 是很弹性的 没得说死的 这些东西 那他们觉得 为什么说了三月 不是三月的吗 看看有没有实际需要 还有资源那方面 人手那方面 梁漫年都说到了 相信特区政府是有智慧 去处理得到的 但是那班人呢 所谓的叫做蓝营 或者那些什么 所谓的叫做建制派 就是说到特区政府 好像很没有智慧的那些 尤其是面对着 或者陈兆史那些 说到好像 乌尔尔尔的 不知道说什么 做什么 他们那班人是这样的 如果现在 两万年都开到口了 这班人还没有什么吵呢 还有了 再者这班人呢 也是的 为什么有没有发觉近来 那些东西呢 全部呢 都是叫炒了车 或者呢 跟车跟得太贴了 还有有时候 一些以示表忠的行为呢 真的呢 我就觉得做得太阳衰了 例如 举个例呢 看到中央方面呢 来到香港了 看到这个情况 例如看到好像 软舍那方面 又说他们的人手 还有会不会有什么形式 例如什么闭环式的管理 会不会好些 有其他不同的方案 也都看到中央很紧张 软舍那方面的爆发 当然了 因为牵涉到长者他们的生命 马上呢 这些什么何君堯 再联同其他什么立法会议员呢 又说要搞一个什么 要到感召义工齐护佬计划 那我在节目都说过了 19个议员 那我想请问 19个议员呢 感召到什么义工回来护佬呢 那这些呢 放得明 就是只不过在表忠 在做show 即使呢 和中央方面呢 告诉他们听 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 一呼百应 中央方面呢 都关注到香港的院舍问题了 长者他们的确诊 甚至乎失去生命这些呢 以表忠贞呢 唯有 快搞这些 叫感召义工什么计划 不理有多少人 最重要呢 是有报道 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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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爱国爱港的 我们支持中央的做法 马上就设这个行动出来 这些呢 有名无实 现在都不知道去到哪里 所以为什么这么恨这些人呢 又说要发起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和一个可惡之处呢 他们不做之余 又不会说叫他们的支持者啊 发起多少多少的义工啊 过去帮忙的喔 他们呢 是向一些机构啦 或者向一些叫做私人企业啦 向他们呢 就招手 你们会不会派些什么人来做义工啊 间接来说呢 即使用中央的名义呢 就向人施压的 就是啦 中央都支持要去齐心 动员 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嘛 我们量了这个感召义工计划出来 那你就不让我感召先 所以这些人可惡之处是这样 但是现在又不能拍 这些是可惡之中的更加可惡啦 那再跟着说回 例如这个叫做全民抢检啦 我们看回呢 其实啊 在较早前 或者叫做今年的年初开始呢 即使那班人呢 不是说搞了些什么 立法会议员成议 什么蓝营KOL 不是做了一个大联署的人 说要求中央呢 帮手去搞那个全民抢检啊 又说要派多少多少人来啊 这件事呢 叫了很久的啊 甚至乎连那些什么梁美芬啊 就是没有签下去的那些呢 都有另外再在自己的什么 Facebook啊 或者对着记者的时候都说这些呢 就说要尽快全民抢检啊 再配合了禁足多少天啊 例如那个何君堯呢 也有类似的 又说搞过什么 100万人大联署啊 要给中央知道呢 又说有什么建议啊 将香港呢 劃分两边啊 很多这些东西的 即使呢 他们可能叫做闻到些少的味 觉得呢 接下来就很快会全民抢检了 那么就趕快就谷下去 做某一样东西 接着呢 这个时候高峰你还要搞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 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人只是添烦添乱的呢 那这些人又炒了车的了 其实对于呢 就是之前他们叫生叫死的那些 说要尽快全民抢检啊 不可以罔顾人命啊 这些那些呢 现在呢 已经说明了 不能够叫这么快就要去做的 那么间接来说 即使好看大家了 如果那个叫做疫情的数字呢 未能够见到 是向下走下坡的话 即使都不需要想 究竟是不是要做全民抢检了 再者呢 那些人呢 之前不是骂特区政府的 就说呢 我说就说动态清零 但是就 其实是躺平的嘛 就是说你由得 疫情的数字那么高的话 都不去 马上做全民抢检 要大家禁足 任由这个疫情这样扩散 那现在了 两万年都说了类似的说话出来的 即使呢 要等到 那个确诊数字呢 是向下了 才会想 做这个叫做全民抢检的 如果这样的话 用回到同一个逻辑呢 你们这些人呢 应该要年 两万年都罵一份才对的 那所以这些人呢 又是炒了车的 为什么呢 如果拿回到之前的套路 或者拿回到之前的逻辑 来到罵林郑的东西呢 即使等于你现在罵了 两万年而已 即使用回到同一套逻辑 虽然他们没有开口这样吵 开口埋口也叫做感谢中央 跟着还好笑 另一个了 林郑月娥 虽然在记者会里 就说了三月 但是那个细节的方面 例如说要细化的工序 究竟在哪里 有些什么要处理 有些什么地方要交接好 要研究好才能够去做的呢 都说了 要不同的局长 不同的政府部门 甚至乎公务员方面 我都说了 星期五 即明天 才大家开大会去讨论 究竟是怎样的 那有些什么 还说自己 什么知道 就是3月26日 那究竟是不是呢 那刚才都说了 你起码都要见到那个疫情 是走下坡 才能够想这件事的 那现在暂时都叫做未见 那没人知道的 就算你问梁夏年 他都估计不到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叫走下坡 那变相好笑在于植物太 他就在昨天Facebooker就说出了一个帖 标题大约就是要尽快交代究竟是什么时候全民强检 不要引起市民的揣测 如果植物太这句的话 套到今时今日 梁曼年所说的这番话 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都没有详细告诉你 那还有 你凹特首干什么 你叫他快点公布的详细干什么呢 现在中央派到来的专家组组长梁曼年都说 相信政府是有智慧和能力做得到的 那你就要相信政府 等他去昔时的时候就公布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班人炒车这段时间 有些位置可能大家不在意 但是炒了他们就不出声 或者觉得只不过是做来叫做表忠 例如说要全民强检 求中央来支援 其实最好笑的都是叫做感召义工去到户佬 这些是最好笑的 这些是最糟糕 最仰衰的表忠的东西 刚才大家都听到了 梁曼年都说了一句 一句到尾 一定要相信疫苗是有效 第二 坚定不移地快速扩大疫苗的接种和覆盖面 非常重要 我们之前都说过 其实大佬 我们的梦片编辑 都说了很久 叫大家快点打疫苗 我想由疫苗出到今时 都说了很久 尤其是第四波完了之后 出了全城启动快打疫苗 我们都有帮忙说几句 例如看到那些人渣 搜索网出来 又是什么mile 又是怎么怎么 什么惩罚大家 我们都吹爆它 就是你不能低估了疫情 那个问题在哪里 还有对于一些长者 小朋友 他们的严重性在哪里 你如果任由去扩散的话 是啊 你年轻 不是我不是说苏小王年轻 假如你是年轻的 那个体魄强健的 你觉得没问题 觉得是轻症 但是你的自私的行为 就会连累到很多的小朋友 和长者 都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状态里面 这些行为是相当自私的 是不理人家的死活 所以刚才提到疫苗 不知道这些人又要赶着去表中 会不会想什么计划出来呢 通常就是这样 如果估计 又在逼迫政府 快点哪里哪里不够疫苗接种中心 可能拍下 市民在排队打针 那条龙很长 我们现在严正呼吁 特区政府 快点在这里 再加多多少个疫苗接种中心 那就可以了 要尽快擴展到 有多少人接种才行 这些这样的 仰衰的事情 我想他们将来都会做 虽然叫人打疫苗是对的 但是麻烦你 想一想 你们自己过去这段时间 有多少人叫大家快点去打疫苗 造谣就多 疫苗就少了 这些人 为了要表中 或者被人看到的 只是叫爱国者治港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嘴唸极臭 希望市民那方面 就不需要再要那么快去抢东西 起码你看到疫情 数字有回落的迹象 才好想 究竟是否要买多些处粮 或者现在有空买少少都ok的 又回复之前的 那些东西供应又稳定 其实没什么 菜价方面我见到 批发价已经和缺货之前 已经是差无几了 就是不觉得有哪些 有特别贵了 那之前抢的菜都贵了 那些 那这就 恭喜你们了 或者贵货照买的那些 又是恭喜你们了 那未来我想 那些药品那方面 都应该会稳定 所以大家不用那么担心 听到梁曼莲这样说的话 即时不是说变来变去 是要因应回那个情况 而去看回究竟何时 才再去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看对那个时间 正如特首选举也好 又或者好像当时候的 刚刚这一届的立法会换届 都是因为疫情的问题 其实疫情这一下 间接都是令到有一帮人 可以变相做到这个立法会议员 还有本来都可能未必有新的选举制度 现在都改了 有时的东西 你猜不到的 是不是 那些人在做立法会议员 你问一问 你自己呢 都是因为改了个选举制度 你才有机会 再者 还有凡文 以为自己真是什么三十五家 又是这些这样的 因缘制会 才改下改下 变下变下变下 变到今时今日 你有立法会议员这个身份 所以有时的东西 就不要再来 特区政府 哦 干什么 全民强健 又怎样 是一个全民而已 是全现而已 什么时候 快点 那植物体在这里 那就搞笑了 即是你质问特首的时候 间接地 你等于质问了 两万年而已 为什么不说什么时候 什么走下坡 其实意思也是一样的 好了 那这班人有炒车的 那些 当是得淡少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期段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